Hello各位观众老爷听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member各位巴一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Bob 那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下关于我这样一个有ADHD到现在都有ADHD所谓多动症 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一个中专 非常的loser被伯伯就伯伯听到我开那个李老师玩笑嘛 对吧动不动就把三本二本挂在嘴上 但伯伯没有恶意啊伯伯真的没有恶意啊 他开自己的玩笑开起来更狠 所以我很喜欢伯伯就这个道理 对啊那我们继续说是如何做到一个运维部门的总监啊 虽然我这个部门也是一个在中国是一个非常边缘的部门 也确实是有点边缘 但是也能够做上去 在这里首先有一点就是大家不用过度的去神化IT啊 IT这个事情呢就跟你说1940年你去搞飞机搞发动机 对吧搞发动机啊这个东西呢或者说往后就是你去搞那个电 对吧或者再早一点190几年你去搞电 对吧194几年你去搞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发动机啊之类的 大家都叫engineer嘛对吧是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他薪水特别高是因为IT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新的一个职业 他没有没有很好的办法去统一管理 就不像你今天stival engineer也好 或者说你今天是一个accounting也好 或者说传统行业机械加工也好 你有很多的certificate可以去考证书对吧 那曾经IT也有像上啊Microsoft啊对吧 Java也有Java的证书 Oracle有Oracle的证书 Microsoft有Microsoft的证书 对有很多这种证书可以去考 那就变得很成熟对吧 像医生也有从业资格证啊之类的 那IT这一块呢现在就越来不像以前 对吧它就是有一定的规范 现在是完全没有规范 胡乱发展猛发展的阶段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一切历史就是根据商商的理论吧 对吧你从混沌中肯定要回到一个稳态当中去的 之前IT就是我说的零几年的时候 有Java有Microsoft 有MCSE有Sung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去考证 后来现在百花齐放 开始猛发展 但是你就从现在开始看 你再看未来十年 IT肯定会被收缩的 会被规范起来 再一次被规范起来 然后开发模式之类的也会再一次规范起来 它会可以被评估的 所以渐渐的伴随着可以被评估 它的收入之类的也会开始迈向更为合理的一个地步 不像那个我一直说嘛 就硅谷 硅谷那帮人在Clubhouse 你洛克希德马丁算个屁 对吧 我硅谷 AWS亚马逊 不是AWS 就亚马逊 我亚马逊进来 但凡只要能够写一行代码 我就13万年薪起步 你洛克希德马丁 你能够照战斗机是吧 你就算个屁 对吧 你能够给你一个刚刚毕业的本科生 13万年薪吗 你给不了 你就是垃圾 全美国除了硅谷 全都是垃圾 这就是整个硅谷的人 他们在AWS 就是在Clubhouse也好 包括一某三分地 对吧 说拜登总统 拜登总统是个垃圾 为什么 因为Meta的P5的薪水是和拜登一模一样的 所以美国总统又怎么样了 对吧 你的薪水跟我Meta的P5是一样的 你算个屁 对吧 这是一某三分地里面的一个非常牛逼的帖子 大家可以去看 对吧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这上面 那我们继续说回来 就是90%的IT公司呢 他其实是一个工程 做的是工程类的事情 就工科 他其实是一个 把所有的事情整合起来 最后必须要能够deliver一个交付 交付出一个产品的事情 只不过这个产品呢 之前没有人做而已 他不会比那些 比如说你说开那个 你说那个知识储备啊 就整个IT的知识储备 他不会比1亿 1亿大家都知道 现在一直是苦逼工程 对吧 你跟CS比起来的话 你搞1亿的 你在美国搞1亿 你除了能够去顶尖的 那个苹果啊之类的 这些做1亿的公司之外 你的薪水区跟那些 还是那句话 AWS比起来 你1亿也是一个屁 AWS的人根本看不起 你搞1亿的 我搞CS的才是最牛逼的 他们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从知识含量 从学习难度 和所要学的东西 包括将来干的活 你会发现 IT也好 Sable Engineer也好 建筑桥梁 传统的 包括做EE的 大家的知识储备 都是差不多的 难度也差不多的 只不过今天运气好 有部分人从事了IT 那IT正好是在 这个风口上面跑着 然后他就赚钱特别多 然后接下来说 就是IT整个公司里面呢 为什么说 它是一个重工程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面看 大家说IT 那IT到底有哪些东西呢 那你看 是吧 一般的一个公司 这是我在中国 大部分经历的公司 都是这样子的架构 那硅谷呢 据他们讲起来说 这像这样的架构 在硅谷已经没有了 你只能去微卵才看得到 对吧 像Netflix也好 像Amazon也好 这里面可能70%的部门 他们是不存在的 因为他们都是走那种 就是无序开发 我认为叫无序开发 他们叫那个扁平式管理 无序开发的这个样子 你比如说 像像那个Netflix说 他们是没有测试级QA部门的 微软呢 是也说自己没有测试级QA部门 但是微软的测试级QA部门呢 是包给了张江 我知道的张江有一个公司 是承包了所有的测试级QA部门 是微软的 然后像AWS AWS呢 就是把软件开发工程师 当成其他部门的人去用 所以他也没有这些部门 但是呢 就是你可以一看就知道 懂行的一看就知道 我写的这些东西呢 在国内都是这么划分的 它是属于叫什么 叫瀑布式管理 一般我们叫瀑布式管理 就是我们先规定好版本号 你开发什么 我开发什么 然后大家啪啪啪啪去干 这个叫瀑布式管理 那现在的整个硅谷呢 包括全世界的一个 大部分互联网企业的一个潮流 尤其是欧美企业啊 它是走敏捷式开发的 所以就不可能存在这么多部门 那像中国呢 因为它的交付用户特别的多 一动不动就要去交付 你比如说 随便一个中国的创业吧 我们就说创业轮 就是Pre-A轮的公司 它去有一百万个用户 是很正常的 所以敏捷开发是没有办法 去支持这样一个复杂业务 尤其是像电商 你比如说那个Netflix Netflix它这边的业务就简单 它不需要这么多人 行吗也行 但是你上电商 你说能不能是部门少 那真少不了 是真少不了 而且中国还比国外 它有更严格的合规要求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等保 等级保障 这玩意儿在全世界 也就只有中国政府在搞 就是中国政府主导在搞那个合规 美国不可能的呀 我欠过了呀 美国他们自己那帮硅谷创业团队 你别跟我讲 那些华人工程师在 在Clip House就直接跟我讲 你别跟我讲合规 不要跟我讲任何的规定 我就告诉你 我在颠覆世界 比特币马上就要颠覆 人类政府了 你还在跟我讲合规 你可笑不可笑 你可悲不可悲 你是活在石器时代的吗 你用石器时代 用马和驴子来跟我 蒸汽机时代的这种 Cyberpunk对吧 特斯拉纯电动 未来Next Generation Future对吧 来讲事情 你们这帮人可悲 对吧 他们就这么说的 那我们先说一下 首先一个软件公司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它大部分情况上面 它的IT部门 我们一直说IT部门 是有这些部门组成的 那其他的像销售 Marketing之类的我们先不讲 对吧 有很多人也会说的 什么IT公司根本没有Marketing 你去看一下 AWS可能没有Marketing 特斯拉说自己没有Marketing 埃隆马斯克自己是做Marketing 对吧 对吧 大部分哪怕你去看 那个像什么SAP 对吧 那SAP也是Salesforce 他们都有Marketing的 都有Marketing的 Google都有Marketing 很多人不相信 对吧 那帮硅谷的人就听 开口就是的 我们要什么Marketing 你们这些LowB对吧 有什么东西不能做的 还要专门再请个Marketing来 大家先看一下 一般的这个部门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开发部门 就正儿八经写代码开发的 就是左下角这个黄色的 它呢 我一般都是按照职能分和按照业务分 按照职能分呢 就相对单一 像Netflix 他们就可能只要按照职能分 前端后端架构是APP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开发了 那还有就是按业务分的 业务分呢 通常来说在那些大型系统 我们说大型系统 比如电商 银行 这种叫大型系统里面呢 就要按业务分 那按业务分呢 就这个时候呢 就被硅谷那帮开发就看不起了 是吧 你这个就不叫扁平式管理了 你这叫什么 你这就是瀑布式管理 落后的代表 但是按业务分好处在哪里呢 它合规特别好 这一块就是合规这一块 我们反复讲的时候 就很多硅谷这开发的 就特别讨厌和顺制于证物 听到这个词叫合规 觉得这东西特别搞搞搞好笑 对吧 就觉得这个是浪费 他们程序员的代码精神内耗认为 对 但是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不去搞搞审计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那我们先说完 像按业务分的话 就有架构层平台层 然后通常有一个架构经理 或者平台经理 下面是架构工程师 那这个平台层和架构层是什么呢 比如说像用户系统 像积分系统 像账务系统 这一块东西呢 就是所有的子系统 其他系统都要去调用 这一块系统的呢 我们把它抽象出来做这一块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保证 最核心的系统 在不管什么时候 是既符合规要求 又是什么 又是能够独立运作 因为所有的系统都要基于账户 对吧 都要基于积分 都要基于财务 那我必须把它抽象出来 而且这一块的研发难度特别的大 它要考虑的问题和其他的业务系统不一样 而且它的稳定性比 比你的业务迭代性更高 它有这么一个因素在 所以国内是把它抽象出来了 那现在我在澳大利亚听说 也就只有银行业是在这么搞 那银行业里面有个Wastbank 他们比较激进 他们好像是把平台层给扔掉了 其他的都还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在 然后接下来就是业务系统 那业务系统就比较简单 什么业务系统一部 业务系统二部 业务系统三部 通常来说业务系统只要有前端和后端就行了 是这么去分的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叫业务系统一部 业务系统二部 比如说电商 电商商城系统 它就是业务系统一部 我们叫商城系统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比如说仓储系统 WMS TMS DMS 这些MS 就是各种子模块的管理系统 比如说仓储 然后物流 然后时效 这些就是业务一业务二业务三业务四业务五 每一个业务系统下面会有一个经理 然后经理的下面就会有前端后端 前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就行了 那AWS肯定不是的 AWS就是一个组就是一套系统 然后什么就是里面的人呢 也不分什么前端后端 一起写 大家猛写 写完了之后连运维啊测试啊 都是自己干 对 所以他AWS的整个 也不在AWS 就亚马逊的整个模式 是跟我们这个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项目管理部门 项目管理部门 那这个项目管理呢 在硅谷好像也已经没有了 我听说在硅谷也已经没有了 在毕竟Clubhouse的人 是这么跟我说的 但是在其他传统企业里面都有 因为为什么要项目管理部门呢 项目管理的叫Project Manager 还有专门的课程 叫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对 就是专门做项目管理工程师 因为大家知道 研发资源有时候是很紧张的 包括平台资源也很紧张 但是需求呢 你可能排了老长老长老长了 可能有一万个需求要做 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做 包括如何去平衡着做 对吧 什么时间能够做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呢通常就是由项目管理部门 和研发部门一起开 这个叫项目 项目启动会 或者项目管理会 或者版本会 这样子的会 先去定 定出来说 我们可能叫1.0.5 或者2.3.4 这个版本呢 我们上哪些需求 上哪些需求 不上哪些需求 哪些需求是一定要做的 然后哪些需求做的时候 会影响其他的功能模块 对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要去跟找人磋商 找人协调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会有个项目管理部门在 那硅谷据说是没有了 是为什么呢 因为硅谷这边呢 他们所有东西都是扁平化的 所有的硅谷公司都是扁平化做的 然后他们不需要就是有这种项目经理来帮你协调 而工程师之间呢 自己就协调完了 那毕竟硅谷的人才也确实是拿的全 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在硅谷 他能怎么干 但是除了硅谷之外 而且是那些比较重的比如说工业级软件 比如说Adobe Adobe Altodesk 就是做那个Maya 做那个CAD的 这些公司呢 他们一定是会要有项目管理部门在的 然后来看那个项目进度是什么样子的 那硅谷那边呢 他们就使用一个叫 叫敏捷开发 敏捷开发教练 或者说敏捷开发的方式来做这一块 就反正出了问题 我就不停的升版本 一天发个50个版本60个版本很正常 对吧 所以他们就不需要这个块 但是在传统行业里面 还有银行业 金融业 电商类 电商类AWS是个特例 咱们不去讲它 这还是有这些项目管理部门在的 那再往上呢 就是安全及合规部门 对吧 安全和合规呢 在中国它还是两个部门 甚至于我们很多时候 安全部门只有一个安全部门的总监在 然后它的安全呢 全都是给到外面外包 比如说 以前有乌云 现在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重包平台来做 那它管的是整个线上的安全质量 那合规是什么呢 合规就是比如说 像中国的等宝 它有很多整改 内部审计内控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两个人还不能是一个人 大部分情况下面 这两个人不能是一个人 它必须只能分开 这也是合规的一个要求 所以要把这个东西给拆掉 拆成两个部门去搞 然后再上面是Big Data 那Big Data呢 它作为Big Data 为什么会从软件开发部门里面被独立出来 很多人都认为开发部门就应该包括Big Data 但其实在Big Data的数据安全要求里面 Big Data其实也应该是平行的 甚至在一些国内的中国的公司的战略层面上面 把Big Data是和整个R&D研发部门是评级的 然后Big Data可能是直接汇报 说起来是虚线汇报给CTO 实现汇报给CTO 虚线汇报给总董事会 因为数据就是生命 包括我之前讲过的 我们还遇到过Big Data 部门就被人家买入那个间谍的事情 所以Big Data也很重要 那Big Data下面会有什么呢 Big Data的数据科学家 这数据科学家是一个很正式的称呼 然后在程序员或者说其他人那边的叫法 其他IT的叫法就叫什么表哥表姐 一定要把他们低看一眼 叫什么表哥表姐 你什么数据科学家 你不就是去各个职能部门里面挨骂 然后给他们做数据报表的骂 所以叫表哥表姐 他们非常轻视他 然后Big Data有Big Data自己的平台研发 Big Data平台研发 一般还不放在正常的开发部门里面 还是那句话 为了合规要求 安全要求 等保要求 然后Big Data还有自己的Big Data平台工程师 还有自己的ETO工程师 平台工程师负责什么呢 负责infotraction 就是所有的 比如说Big Data的底层 你比如说Hardop Hardop的环境 维护 维护 包括数据的存储 冷落备份 这一块我们连运维都不去碰它 让Big Data自己去搞 然后他ETO ETO就是负责对接各个数据源 源里面就包括了日志文件 数据库文件 以及对象存储 对象存储 以及网站 各种外面的 Outside的那些Sauce Outbound的Sauce 在里面 他们去对接这些东西 很苦的 就活干的苦的要死 然后就是测试 及QA部门 下面一般都会有一个测试总监 那为什么叫测试 及QA呢 这是中国的一个 也是 也有可能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测试就叫Testing QA是叫质量 那测试和QA部门的总监负责什么呢 他既负责测试 有什么白核测试 黑核测试 测试自动化 然后版本级维护 还有负责什么 负责QA质量 其实分得开的话 测试和质量是两件事情 但是中国没有像国外 像澳大利亚现在 基本上每五个人配一个测试 这个还能够做到 那硅谷不讲了对吧 硅谷都是像我说了 亚马逊 自己写自己测 对吧 Netflix自己写自己测 没测试这么回事情的 对吧 像中国就说了 测试早死了 但是中国的测试就一直没死 就是因为测试还要负责QA 就线上环境上线成功不成功 是谁说了算 谁说这个线上环境 到底成功不成功 这个东西 就是测试及QA部门说了算 那最后就是我第一次在的运维部门 对吧 我下面我叫运维总监 然后我下面有HELP DESK经理 系统基于环境主管 对吧 那HELP DESK为什么又是一个独立的经理呢 因为HELP DESK呢 它全 HELP DESK这个部门呢 它的权力非常大 就是我运维这边一般都是管生产环境的 HELP DESK是管办公环境的 这两个东西也是独立开的 然后这两个事情呢 在澳大利亚的企业里面也是独立的 上次我在解读 带大家解读的那个 呃就是各个公司的组织架构 推特 推特裁员到底对不对 解读各个公司组织架构的时候 也说到过这事情 其实在哪怕欧洲现在 就是美国 美国现在的公司里面 IT HELP DESK还是IT HELP DESK 它是一个独立的 呃 然后开发是开发 生产环境运维是生产环境运维 对 然后网络和安全主管 对 那有了安全 安全级合规总监 为什么我这边还有网络和安全主管呢 这不一样 这是属于操作层面的 网络安全和安全主管呢 是对接那个安全工程师的 对 然后还有数据库的DBA 对吧 那这就也老说了嘛 对吧 要淘汰测试 也要淘汰DBA嘛 对吧 然后监控部门主管 对吧 就monitor的 那这一块呢 亚马逊也是 亚马逊呢 把这一块全都给工程师去干了 就监控呢 是没有的 没有专门的monitor的 监控都是由工程师 晚上自己uncle自己 所以 所以我说了嘛 有那个Clubhouse上的某个博士 跑到那个亚马逊去 去的前两个月 天天赞美亚马逊 半年之后 在遇到这个博士的时候说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晚上天天uncle 天天uncle uncle的命都没了 对吧 对吧 那我说嘛 你可以换回来嘛 对吧 然后亚马逊的人就说不行 我们的DevOps 是全世界领先的理念 你现在去搞一个monitor部门 你这不是开回倒车吗 你这个还在骑马车的 low逼中转生 你也配来跟我们亚马逊的人 讲Next Generation 对吧 拉机一个 对吧 那好 既然我是拉机 那你们自己亚马逊 那个研发 自己去继续monitor 这活该嘛 对吧 权力与责任对等 对吧 继续去玩 我估计他们玩的还是蛮开心的 然后还有基础部门主管 那基础部门就是Infostructure 那一块 比如说IDC 比如说硬件 虽然说起来就是 大家用云比较多 但是其实IDC和硬件 因为它的价格特别低 所以在大规模企业上面 还是有这些 就是Infostructure的东西在 比如说Google Google它是有Infostructure的 Google大家都知道自己 Google自己的那个Infostructure 还特别重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构成 那你看到 其实在这个里面 像项目管理部门 安全级合规部门 还有我的运维部门 还有测试级QA部门 里面这几个部门 其实不怎么需要写代码的 大家发现了吧 那我运维部门也有代码 我们说另外一种DevOps 就是我 或者说以工具化的Ops 但是我们只要写脚本就行 像我写脚本 就是面向过程去写 我智商不够 我都不会面向对象 我只会写面向过程 曾经我一个朋友 拿了我写的脚本 就是我以前一个小朋友 拿了我写的脚本 一看就说 这不写了30个FL 一看就是我们总监干的活 我说对 我写不了面向对象的东西 我只会写面向过程 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就笑 很多人都笑 我们总监是不会写面向对象的 对吧 就笑我 但好处是什么 就面向过程的话 可读性特别强 你其实运维工作里面 有很多时候 大家就随手写一点东西 你说我写30个FL 假如能够写的清楚的话 我的可读性就其实很强 那你说高级吧 肯定是不高级的 对吧 人家写面向对象的可能就是 把我这30个FL列丝抽一筹 就要抽出来十几个就可以了 对 所以他是 他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在 那所以就是像我这个部门来说的话 我是不需要太懂开发 不需要太懂开发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每个部门都拆开来的 所以叫什么 叫工程 工程 你得把职能给拆开来 然后按照工程管理的进度 角色去看这个事情 所以前面讲完了之后就讲我个人对吧 我再讲一下我个人 我个人我是一个ADHD对吧 多动症的中专生 我没办法集中精力 所以我先大家先看一下 我有哪些技能 ITSkill ITSkill 这边 MCSE 2003年读了一个 花了3500人民币 考试没有过 RHCE 就是Red Hat 我先说一下 MCSE叫微软的认证工程师 对吧 微软认证工程师是最基础的一个 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 因为大家没那么高级 微软还是很强的 因为在企业应用场景里面 微软的强大性 非常的牛逼 这里面不是说生产环境 而是说我们的IT应用 就说我们Hyperdesk那一块 一直到今天为止 微软都是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事实上的一个标准在 对 你必须去兼容微软 你想苹果 苹果你怎么管理企业 没办法管理 那Google可以管 确实Google比较牛逼 但Google是个特例 除了Google之外 你去管一千个 不是多 一千个 也不用一千个 你去管一百个电脑客户端 那你怎么管 最好的还是用微软那一套管 所以就是我们搞MCSE那个时候 3500块钱人民币 考试还没过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RHCE Red Hat的证书 对这个东西2006年去读了 4000块人民币 考试也没过 对吧 CCNA 2003年读完了MCSE系统 然后就去读网络了 对吧 系统知道了 要知道一下网络 对吧 2004年 也是3000人民币 考试也没过 CCNP 对吧 思科的 Cisco的 高级的 中级的 中级的 然后读了交换机 路由器 交换路由 主要是交换和路由 2004年 也是3000人民币 考试也没过 考试费还没写上去 这个东西 5000人民币 2007年5000人民币 考试也没过 CIW 网络安全的 对吧 2008年5000人民币 我已经不指望考试了 因为智商实在是太差了 不指望考试了 旁听 旁听 Microsoft Cisco Server 我没写时间 也差不多是2005年 06年的时候 5000人民币 旁听 这玩意太难了 这玩意太难了 对我来说 我是不可能考得过这个试的 所以我就选择5000人民币 去旁听了 MySQL 5000人民币 那个时候 MySQL大概是2009年 对那时候有一个套件 就是Apache MySQL PHP 然后还有个什么东西 反正这个东西 我 我 里面MySQL比较重要 所以我SQL基础太差了 也是5000人民币 旁听 然后落电级综合布线 对吧 这个是我搬电脑大将 必需要汇的 2004年2000人民币 考试也没有过 也没有过 对 那这个是我的硬核 就是HardSkills 叫IT 叫ITSkills里面的 HardSkills里面的ITSkills 然后第二个是 ManagerSkills 就是Management管理Skills ITOV3 信息技术技术架构 我读的是IT ITOV300本 2010年的 5000人民币 公司出钱 我在边上旁听 PMP 项目管理 经理 2009年的 8000人民币 每个人 是每个人 一般低于10个人 好像还不开 也是我们公司出钱的 我在旁边旁听 然后经益管理 2008年的时候 有一个企业搞的 然后公司大概付了 上百万的顾问费 然后我是参与项目 旁听加培训 Leadership 什么Development For Engineers 2005年的时候 一个在外企的时候 老板说 这种你技术不行 对吧 你思路还是可以的 让我就去跟着人家 去做会场支持 然后我去那边听了 将近两个月吧 对 就一直就是周末的时候上课嘛 所以我会去那边 给他们调调投影仪啊 然后端端水啊之类的 然后跟着我们行政 就学这个东西 他们学我在旁边 旁听 而预算及财务支持呢 那个时候是一毕业的时候呢 那个老板说 他们那些做开发的人 都不肯去做预算啊 做财务啊 这些东西 那怎么办呢 你来做 对 所以就是老板就给我做这些 其他人都不要做的工作 然后我持续做这个工作 持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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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被财务骂 持续被财务骂 持续做 做到2010年的时候 炉火纯青 依靠预算及财务 还有后面的项目管理知识 对吧 做上了我的经理 对 你做上经理 KPI KPI的时候 也是2008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企业引进了KPI 然后我跟着一起学 安规 对吧 2010年的时候 然后2500人民币 学了一个企业培训的 安规 然后这个安规学好了之后 后来我基本上就吹 吹牛 吹牛BR干什么东西呢 就是靠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去对接审计 内审外审 内部审计 外部审计 以及像工信部的 可信之类的 全都是靠这一个 Project 2003年开始的 对吧 然后我自己做Project 做的反正就项目管理 犯错无数 导致企业损失金额 最少打百万 但这不是一个企业 是非常多的公司 加起来的 对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个运维呢 就是软件工程是犯错 你还一下子看不出来 是吧 但我们运维犯错呢 你是一下就看得出来的 比如说我这边 就是去IDC里面上架服务器 规划好多少网线 多少交换机 网线多少米 多少根 对吧 不可能你到现场去 一根根做的呀 这他妈炒台班子干的活嘛 对吧 买的都是很贵的成品线 对 那规划好了 跑到现场去 结果发现有些地方多了 有些地方少了 对 所以这个线可贵可贵了 然后还有工时 人家现场实施工程师 跑到现场来 就比如说那些卖服务器 他做网络实施的 跑到现场来 对吧 你那东西都是按小时 给你算钱的 嗯 所以这一块的那个project 我我也确实 给很多公司都带来过很多麻烦 嗯 然后学历 学历嘛 对吧 小学初中中专 对吧 买来的大专 这大专真的 我昨天说了一下 现在说的话 真的我很不好意思 那大专还是985大学的 对吧 他他还叫我说 多多花个两万块钱 多上个两年 还是一年半的课 给我发张本科 我是真没敢拿 真没敢拿 觉得 哎呀 这个不大好意思 对吧 真的是上海top5的985大学 拿个人家的 人家的本科 而且去学信网上查 还查得到的 你知道吧 这个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人家一直在那边聊天 你哪个大学的 我教大的 你哪个大学的 我同济的 你哪个大学的 对吧 我清华北大 对吧 你哪个大学的 我是什么中科院 还是叫什么 华东科技大学的 华中科技大学的 问到我 你哪个大学 我先出去一下 我先出去一下 是吧 那除了这些硬技能 就还有软技能 软技能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我 我作为一个上海人 上海人的特色 就是察言观色 这一块是我的特别的能力 对吧 能力特别强 但是我的香港老板 就一直教我 我后面也会专门讲一下 我的香港老板 对我人生的影响 就告诉我说 你有这个很强的 察言观色和共情 以及去看人的能力 但是你只要看 你知道就好 你不用告诉别人 也不用去说 什么事情都要藏在心里 所以 这个香港老板呢 他是一个非常hardcore的人 不拘言笑 然后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 有时候我是做不到的 不然我做得到 我也不会天天到clubhouse上面去 操娘 逼的骂人去了 对吧 然后共情能力 对 然后外企教我的一些原则性 就这个东西就是后来 很多互联网公司 我加入一些互联网公司 他们第一眼看到我就说 你活不过 你在这公司待不过一年半一年的 大部分都都说我待不过六个月 因为觉得我身上就有一种外企的味道 这个外企的味道是什么呢 就是原则性 原则性 这东西一看就就知道了 我我穿的拉里邋遢的 穷穷酸样子 对我我穿的很差的 但是所有的反正那些互联网公司 接触过我就觉得 要接触我半个小时后来 他们就觉得说 你身上外企味道太浓了 说话好听 对吧 就是上海人的特色 马屁拍的恰到好处 不多不少 反正我说话可以让你很好听 但是我说话好听 通常来说是对外面人 如果今天是我熟悉的老板 我说话不会好听的 因为这也是香港人教我的 就是 你如果是一个自己人 你只要跟他说 你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值得深交的自己人 你就应该说最正确的话给他听 所以很多人会 之前也有人在我的那个YouTube下面留言 说嗯伯伯你知道为什么老板不喜欢你吗 哦伯伯你知道吗 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 为什么你总是混不好 为什么混不好 我能不知道吗 我能不知道吗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我要混好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香港人教了我这么多年 他教我的不是让我去用我的这些软技能 让我自己或者说阿谀奉承也好 或者说怎么样也好 就混好 而是说他教我的是 你就站着把能赚的钱给赚了就好了 对 然后团队合作 这一块呢 我自己写的是因为自己太垃圾了 只好求助于团队 所以人家就说嘛 说很多见过的人都说 我特别客气 特别客气 为什么客气呢 自己能力不行 深知自己能力不行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求爷爷告奶奶 各位老板 大家行行好 帮我把这个事情做一做 所以团队合作 服务意识 这两个也是在一起的 敏锐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 这一块 就上次Clubhouse有一个人告诉我 所以一般ADHD的人都有这个 这个优势 就是在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上面都非常的强 我确实不得不说 我自己也自己觉得 我自己分析情报和收集情报的能力确实强 对 然后乐于接受知识和认知 认知内合理的新事物 你比如说特斯拉 这东西我一看就不合理 你让我去接受纯定东西 说这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大家骗人真的是不要脸 对 所以我不可能去接受他 但其他东西 这东西只要是make sense的 对 我就可以接受 然后政治的敏感度 这东西不光是中国政治 包括办公室政治的敏感度 我都很高 非常高 最后一个就是装傻 装傻 装傻也是我的一个技能 然后丰富的横向美容的知识 比如说军事 历史 对吧 龙与地下城 那东西呢叫D&D 全全全面英文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对 就反正这东西呢 就出去吹牛逼 前三个出去吹牛逼 总能够有一个人吹得上的 对吧 然后金龙 对吧 看过很多书和电影 最后总结出来 就上海 宝山区懂王 啥都懂 对吧 啥都懂 那这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出去不会冷场 你总是能够找到话题 把这个场子给乐起来 所以呢 这个冷场的事情呢 也不会有 所以最后呢 这些东西的合在一起 让我去 去在一个互联网 不管在哪个互联网企业 都能够生存下来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我一不小心也录这么长了 就那我就把它录成上下期吧 然后下期我就会讲一讲说 那很多时候 当我们开始谈教育 或者说当我们开始谈高等教育的时候 其实我们谈的很多人 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是超配了 超配了 虽然很多人 他们自己天生就是一种神童级别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些神童在全世界来算的话 最多占了10% 全世界人口的10% 当然你有同温层效应嘛 你们都是在那10%里面 当然不觉得 但是你得向下看啊 而我我周围一个有ADHD 多多重的中专生的话 我向来都是在逆风中去打仗的 逆风中打仗 所以呢 我都是向上看 所以我通常来说都是既向下看 也向上看的一个了 我看得很清楚 就今天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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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